可能你去曬照片的時候都會看到這個數字有時會出現 好像很多數字都令我們很混亂 Hello 大家好 我是Edit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自從我拍了一些關於菲林相機的影片之後 都有不少人去inbox我 問了我很多問題 有些問題都是我在新手階段的時候曾經有疑惑過的 所以我就想拍一個專門給新手看的特輯 在這個特輯裡面我就會講解清楚關於菲林裡面可能會有的疑惑 如果你已經是經驗老手的話 這條影片就可能跟你不太有關係 但如果你是新手你剛剛想入坑 對於菲林有很多迷思的話 這條影片應該就可以幫你解答這些迷思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吧 這條影片我就會分類 有些是關於菲林的 有些是關於菲林相機的 那我就會先講菲林這一部份 第一個問題是非常有趣的 對我來說 究竟不同牌子的菲林有什麼分別 如果我買了一部奧特的菲林相機 可不可以用其他牌子的菲林呢 答案是可以的 其實不同牌子的菲林 通常他們的顏色會有些不同 但只要格式適合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用在菲林相機裡面 所以牌子是沒有關係的 接著就到第二條問題 那這些135、120、110 這些究竟是什麼數字 其實這些就是菲林格式的種類 我們常用的那些細細銅 這些就是叫做135菲林 每種格式的菲林 它那個的Dimension都會不同 而這個就是我們最普遍最常用的那種菲林 所以如果你買菲林相機的時候 你看到它是用135菲林的話 就是這些所有菲林都可以用的 但如果你買了其他的菲林相機 譬如是120的菲林相機的話 你就要用120的菲林 我手上這一部就是120的菲林相機 我可以拆開給大家看 你看到它裡面放菲林的位置 是長一點的 它的格式會有點不同 而且它的Dimension都是偏向比較方形 正方形一點的 就不同我們平時長方形的菲林 另外還有110菲林 但110菲林現在就比較少人用了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110菲林是什麼 它就是再小一點的菲林格式 我之前有一段影片也有說過 我有一部110菲林相機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看那條影片 通常我們說的全片幅 其實就是這一種的135菲林格式 而120這種我們就會叫中片幅 或者叫中幅 第三 究竟35mm菲林和120菲林和135菲林有什麼分別 或者是否一樣的東西 答案 35mm的菲林其實就等於135菲林 其實就等於它可以用135格式 第四就是菲林桶上面的數字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買菲林的時候 你會看到上面寫著200 100 或者是這些200 另外還有一個數字 比如36或者24 通常菲林就會有36張的菲林 或者24張的菲林 這個就代表張數 而另外這個200 100 400 800 這些數字其實就是代表這一卷菲林的ISO 我們平時用數碼相機的時候 你每一張相片都可以調節那個ISO 即是感光度 但是在菲林裡面 一同菲林就會有固定的ISO 比如你買了這一卷100ISO的菲林 那你就要整卷都是用100的感光度 而ISO感光度的意思就是 這一卷菲林它要吸多少光才可以 反映到一些不同的影像 而越小的數字就代表感光度越低 這一卷菲林就需要多一點的光才可以拍得到 所以我經常都建議一些新手 如果你是第一次拍的話 第一次你可以試試用400ISO的菲林 因為感光度會比較高一點 當你在一些比較暗的地方的時候 就會成功地高一點 慢慢當你拍菲林相片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會對於光線非常敏感 例如在室內背光的情況 一定要開閃光燈 在大晨天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200甚至是100 但我自己都很少用100 因為100的失敗率實在太高了 以後你去買菲林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你要拍的東西 去買適合你的菲林 例如你要去拍夜景 拍一些危紅燈的 你就必須要買到800以上 才可以拍到夜晚的情況 第五件事 C41究竟是什麼意思 可能你去曬照片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個數字 有時會出現 好像很多數字都令我們很混亂 其實C41就是一個沖曬系統 其實這個數字對你來說 如果你是用家應該不大影響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沖曬彩色菲林的時候 會用到一個系統 應該跟我們這些新手用家 就不太大關係 所以這個數字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第六件事關於菲林 就想說一下 菲林上面都會有一個日期 究竟那個日期是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日期就是它的過期日期 就是 expiry date 菲林是會過期的 如果用過期的菲林會有什麼影響呢 一般來說過期的菲林 可能它的感光度會比較低一點 拍出來的效果 可能跟你想像中有些不同的 有些人都會喜歡 特意去買一些過期的菲林 來玩一下 看看會拍出來是什麼樣子 但是出來的效果就見仁見智了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的菲林是擺到過期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拍的 但是如果過期太久的話 可能其實都不會怎麼拍到的了 好 講了一堆關於菲林的東西 接下來我就會講一下 在機身上我們要留意的東西 當你去買一部菲林相機的時候 有些數字你是必須要留意的 我們經常都說 拍照需要有光圈 快門 ISO 這三樣東西 我們都需要每一張相片去留意 才會拍到你想拍的東西 但是其實在我們的器材上面 都會有一些限制 令到我們究竟拍不拍到這些照片 在那裡 我們要留意的東西 就像是否有用的 有些東西 可以拍到這個照片 然後你可以拍到這一個訊息 來自拍攝 我們要留意的東西 感谢观看